本周二美股再次涨跌不一 投资者观望情绪浓厚 3月的CPI报告会引发美股大变盘吗 英伟达出现下降结构9 现在可以抄底吗 特斯拉平量上涨 会快速形成小双底吗 AMD原地踏步 是机会还是风险呢 大家好 我是专录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股分析视频 首次观看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订阅 以便长期的收看我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直接上干货 我们先来看一下纳指的重要潜在变盘点 我们都知道纳指从2022年的10月13日见底 到现在的持续上涨时间 已经快要一年半了 尤其是本轮的波段上涨 从去年的10月尾到现在 也超过了五个月 现在的走势呢 有高位震荡走弱的现象 而最近很多股民也发现 目前的市场大家避险情绪升高 会不会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段 产生大的变盘 甚至回调开始和确认呢 我们如果选拨2022年10月13日最低点 做一个飞伯拉基的变盘点 会惊奇的发现 重要的飞伯拉基数字377 这个变盘点 我们马上就要到了 而这个位置我们仔细算了一下 还有五个交易日 也就是下周的周二 就是4月16日 而且呢 MACD呢 确实在本轮的波段上涨 已经持续顶背离时间太长了 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不得不提前预防 在靠近变盘点时 美股容易产生向下的回调确认 而同时我们仔细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重要的均线的信号 那就是在最近的高位 尤其是上个拜四 大阴线下跌之后 导致呢 五天均线 他再次下穿了21天均线 本轮上涨五个月以来 这是第二次 上一次呢 是开年的下跌 导致五天均线 快速下穿21天均线 但他很快呢 就涨了回来 本次我们要提前布局 首先毕竟位置很高 上涨是风险的累积 如果说他出现又多现象 比如说快速再次向上金叉 然后再很快死叉 那就会形成高位二次死叉的危险信号 大家一定要提前注意 同时我们来看一下道指的走势 最近呢 三大指数之间的背离和分歧越来越大 尤其是道指在上周四 直接大阴线跌破了向上的60均线 而呢 本周二盘中最低也是跌破了60均线 但60均线呢 确实有很强的支撑 导致呢 收出了长长的下影线 倒也不是特别差 但整体来看道指是三大指数 目前唯一一个在60均线附近的 同时呢 道指的持续顶背离 它的MACD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双线 尤其是白色的快线开始靠近零轴了 这也是非常弱势的信号 一旦双线都跌破零轴 那是非常危险的变弱信号 我们再来看一下标普指数的日线图 当然标普500指数也是在开年的时候出现了 白色的五天均线微微的下穿了21天均线 但马上就涨了回来 最近呢 再一次在本周的周二 虽然呢 盘中有一个长长的下影线 也是微微上涨 但是五天均线的也是微微的下穿了21天均线 同样的它的顶背离也是一样 MACD顶背离持续了很长时间 所以目前的指数除了日线上 还有别的重要的危险提示吗 我们一直说先大后小 先长后短 在相对中期和长期的周期上去看的话 其实标普500指数的周线图 在本轮的波多段上涨 已经在最近出现了三个黄色太极预警信号 尤其是在上一周刚刚出现的黄太极预警信号 是这三个里面跌幅最大的 我们知道连续出现黄太极 但是一直不跌 这是大牛市的征兆 但牛市它不能是一场不会结束的盛宴 它总会有一些回调和暂时的休息 所以在连续最近有看到这么多黄太极信号出现 如果在最近你发现 标普的周线图出现了黄太极之后 太极最低价被周线的收盘跌破 并且是低于五周均线的 我们一定要开始进行减仓和回避中期回调的风险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个股的走势 先看一下英伟达 那么英伟达果然是在本周二继续下跌 也收出了下降结构9 并且我们之前直播间一直谈到的 最近的缺口823到834明显是碰到了 而且有长长的下影线 说明当天盘中跌到缺口那时 受到了强烈的买盘支撑 导致长长的下影线最低是触到830左右 收盘是在853左右 并且下面的成交量经历了前一段的缩量下跌之后 今天出现了放量 这个放量说明分歧较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个就是确实有一些恐慌性的抛售 但同时有很多人去大量抄底 毕竟我们在直播间也看到这样的粉丝 包括有人留言 自己手痒也开始买了英伟达 不能说这个位置买进就一定非常危险 但是由于大盘现在的高位有回调的可能性 我建议大家最近如果要入手英伟达 你可以参考一下AMD 包括你可以选择我们如果能在未来出现明显的止跌强扬 甚至9加1再慢慢的布局和少量的去试仓比较好 因为毕竟该股票在今年的大幅上涨 而且它不是小股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值的股票 涨这么多已经是非常大的幅度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它还仍有潜在的下探风险 尤其是大盘的系统性风险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关注其他的相对较为安全的区间 一会儿我们也会讲 那本轮我觉得除了我们在最近不断提醒 它有一些背离和走弱 本次他的在3月8号的顶天立地高位巨量 我们的提醒是非常正确的 大家也可以参考我们之前在上个周六 有上传的股票卖出十个法则的视频去继续学习 那么在该位置如何抄底才会更加安全呢 我建议大家可以报名参加本周末我们的行动智慧长鲜课 尤其是本周六的课程 我会详细解析在这样的关键支撑位 如何更加安全的三部建仓来抄底 进行风险控制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视频描述栏的报名链接 或者评论期的报名链接来免费参加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英伟达重要的筹码分布 其实我们把最近三个多月的股价图表 用经典的筹码分布来进行分析 会自动出现两到三个重要的筹码密集区 尤其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大量本轮的投资者在878到898 这个位置获利出局的会是比较多 因为他不仅是因为单边上涨靠近970左右 还有后面的持续震荡二次冲高等等 这一阶段有大量的人在这里抛售获利了结 而这个位置如果接手没有卖掉的 现在是暂时有一点轻度被套的 但是根据整个图表的筹码分布 我们发现另一个大家的筹码交换区 也就是换手区比较大的位置 是在788块6毛8 也就是他刚刚的业绩报告出炉之后 这个位置出手的人是因为他认为 已经是非常好的业绩 很高了 那见好就收 利用见光死的方法来去卖出 但是买进的人就不用讲了 他们就是高位继续追涨 也能够获得短线的收益 所以呢 我的建议是如果未来大盘真有比较深的回测 我们也可以重点去关注和布局788块6毛8 这个位置的重要支撑 毕竟筹码分布 他反映的是更加精细的成交累积 而不是我们只是一厢情愿的根据均线和缺口的想象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英伟达周线图走势 加上本周如果还是不能创出新高的话 我们应该是第五周没有创新高 如果本周还是下跌的话 我们是连续三周下跌 现在呢是暂时跌破五周均线 同时呢下面的KDJ 我们一直说他是跌破了80在上一周 本周如果继续下探的话 这个指标会比较难看 那么英伟达也正式进入到弱势的震荡横摆区间 有没有更深的回调 得看大盘的系统性风险会不会很快到来 同时呢以目前那个走势 如果英伟达继续保持在850以下的话 肯定我们的周线就会收出这轮的熊市价格反转一 大家一定要注意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呢特斯拉 最近呢特斯拉是稍微有一些好转 不管是因为大家对高位芯片股的避险 还是说第一位有一些战略性布局特斯拉的股民朋友 我认为呢这两天不管是马斯克公布了8月份 有可能推出机器人出租车的好消息 还是其他的一些所谓性的短期利好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现在呢 在最新的星期二的走势是上升结构二 加上平量柱 平量柱呢在第一位刚刚上涨初期配合小阳线呢 代表缩量和吸收 而同时呢我们看到的是 他的五天均线和十天均线呢 在相对低位有点要出现均线二次金叉的走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上一次在175的时候 直接呢五天均线金叉十天均线 后面呢小幅上涨之后死叉结束 本轮是直接出现平平的双底 也就是160块五毛一 然后呢最近第一个金叉已经出现 快速死叉之后 现在如果这一周的后面三天能够快速上涨的话 相信第二个金叉会很快到来 届时大家一定要重点关注 21天均线会不会持续的走平向上 同时60均线到底何时能够被真正的强势突破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特斯拉在日线图上缺口的重要性 我们一直谈到通过缺口来看的话 其实不管是第一轮快速大跌到160块五毛一 受到去年五月份缺口的支撑 还是二次下探再次受到这个上升缺口的支撑 还是我们现在要向最近的下降缺口去挑战 我相信呢多方的力量是慢慢增强 空方的力量呢还仍然存在 但已开始减弱 很多国民呢还是会担心4月23号的财报 会不会再次爆雷 那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 爆雷是一方面 但指标也是一方面 重点还是要注意一个大的机会 本轮的持续MACD底背离 会不会最终在这里给出一个经典的双龙出水的走势 那就是MACD双线过零轴 因为这往往是大的启动 大的波段的买点 所以我认为呢接下来一段时间内 如果能够在最近出现股价完全突破了186块7的缺口 并且呢下面的双线能够过零轴 这将是一个非常棒的强势反转信号 同时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周线图 周线图上呢其实在本周目前还没有结束 这是一个潜在的牛市价格反转一 确实是很久没有出牛一了 下面的KDJ呢是低位不断的徘徊 尤其是KD在低位很低 那J呢是反复的金叉 这已经是第三次的潜在金叉 如果本次能够实现金叉的确认 并且周线结束确认之后 这个J值也高于20 我觉得这一次可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启动机会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AMD的走势 AMD呢从3月8号跟英伟达一起见顶之后 先是快速下跌来到了60均线 也出现了下降结构9和60均线的支撑 甚至有牛1牛2 但由于系统性风险 大盘在上周四带领AMD一起向下跳 导致呢他也跌破了60均线 并且60均线被跌破之后呢 现在是三根小阳线跟着一根大阴线 给一种感觉是多方无力回天 并且呢能够看到的是60均线呢 如果不被突破的话 我觉得我们不要去过于乐观 因为向上的60均线 它已经是一个中期决策线 如果股价不能够回到向上的60均线之上 那最好不要大量的参与 或者干脆就休息 目前呢最新的60均线价格是179块2 同时呢本轮的AMD 它的MACD指标是非常经典的 不管是它的高位顶背离 还是二次死差 还是现在的双龙潜水 也就是快线慢线都低于零轴 都已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AMD最近很弱 那如果我们仔细来观察 缺口和量能会发现呢 这两天毕竟我们所在的这个 164块9到172的缺口呢 它既是缺口又是重要的横摆区 支撑一定是很强的 所以你发现这两天的量能是连续的 这种缩量的代表成交是比较相对低迷 然后呢分歧较小 为什么呢 大家觉得这里已经很低了 但是很低缩量并不代表真正安全 我们要的是强阳止跌 量能可放可缩 但至少要有一根强阳 然后再慢慢去看后面的发展 没有强阳和向上的跳空缺口 大家都可以基本洗洗睡了 当然有的人说 刘老师我觉得可能会更低 更低的话 再下一个缺口 那会比较远 那里是148块7和149块9 那整体来说呢 强阳最近的一个标准 倒不一定非要说 能把上个拜四的阴线全吃掉 最起码你的收盘能够吃掉阴线的一半 也是不错的 这样的话 我们才可以慢慢的去憧憬 可能会启动啊 开始回到60均线之上 而相比之下呢 如果采用黄金分割 在AMD目前的周线图上看 最近的回调已经来到了底加高 38.2%被跌破了 因为当时在38.2%已经开始涨了 但是失败了 现在呢 比较向下的一个重要的黄金分割比例 就是50% 50%的位置呢 是160块钱左右 当然了 我们在上一周也提醒各位 AMD的风险在不断升级 不管是日线的双线破灵轴 还是周线的死差 都提醒大家 如果你没有很大的把握 大盘毕竟还没有真正的回调 所以大家一定要尽量克制住自己的手痒的情况 你特别喜欢的股票 你可以少量参与 并且把风险控制 提前想好 不要呢 盲目的乱乱的去高位抄底 而相比之下呢 强者横强的大型科技股 谷歌 在本周二再创新高 也就是说本周一周二呢 直接是过了五天均线 成交量也是比较温和的放大 过了前高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走势 同时呢 下面的六彩神龙红柱呢 也高于紫线 整体来看 谷歌最近的走势 只要不跌破五天均线 红柱也不跌破紫线 大家可以轻松安全的持股 以上呢 就是今天美股分析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想免费报名参加 我们本周末的行动智慧常先课 欢迎大家点击屏幕上方的 报名听课来免费参加 也可以点击评论区的置顶链接 来立即报名 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专门老师 关注转发加点赞 下期精彩持续看